此前,艾德舒华因为营业次数曲折可数,而被粉丝控诉,把粉丝当傻子。 近日,队长小娟的类似行为也引发粉丝吐槽,特别是粉丝们指出他们付费订阅了艾德的交流服务, 但成员们与粉丝沟通和互动的频率却过低,与此同时,有位小娟的粉丝直言道, 在成为制作人之前,你是一个偶像,所以要多沟通。 检查小娟自去年4月开始使用组合付费通讯服务以来与粉丝互动的次数, 发现他今年只发了一次帖子,粉丝继续说道,既然你说自己无聊无事可做, 就拍了脚的照片就发到了账号上,那你还是多花点时间白次交流平台吧。 其他成员和其他团队的粉丝,由于他们的偶像发提很多,不得不关闭通知, 而当我每次打开应用程序时,只会收到更新通知。 该粉丝强调,粉丝已经多次提醒小娟这个问题,并表示,即使到了出道周年纪念日, 一切都没有改变,我再也无法忍受了。 该帖子在网络社区广泛传播后,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反响。 许多人同情这位粉丝称,虽然我是小娟的粉丝,但我为你感到难过, 她不应该忽视粉丝,如果我花了很多钱,还受到这样的对待,我也会很不高兴的。 对此,大家怎么认为呢?欢迎留言,爱到韩姆社, 每日结束我最新韩语,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